A.S.E.P. 3671 A Very Angry Box of Serial 一盒非常愤怒的卖片 项目等级Safe 投送措施 A.S.E.P. 3671将储存在赛事只有休息时的一个贴有标签的架子上 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地使用项目的内容物 A.S.E.P. 3671的外观和内容物将每天拍照并被记录 更新 在2018年3月13日事件发生后 A.S.E.P. 3671将被储存在赛事只有的一个中等安全的出户柜中 储存区为K14 项目的外观和内容物将被每天拍照并记录 由项目产生的任何有害物质将被以适当方式处理 描述 A.S.E.P. 3671是一个标准大小普通品牌的卖片盒 每天在当地时间的早上6点30分 一带有塑胶袋装着的物品将会出现在里面 如果之前的袋子和里面的物品没有被取出 它将会被替换掉 项目的包装也将会改变 以便与新的内容物相符 自事件2018年3月13期 A.S.E.P. 3671被认为是拥有智慧的 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周围的环境 A.S.E.P. 3671的外观和内容物记录 记录预期 预期 2018年2月22日 标签 草莓方块 内容物 粉红色的方形麦片 草莓口味 备注 5 预期 2018年3月5日 标签 培根大爆炸 内容物 培根口味的玉米泡芙 味道被描述为独特的 但并不令人讨厌 备注 5 日期 2018年3月12日 标签 巧克力块 内容物 裹着牛奶巧克力的格兰诺拉买片 备注 Dr.Frank Wright在取出里面的塑胶袋时 不小心把盒子撕开了 日期 2018年3月13日 标签 去你妈的 我每天都给你卖片 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 内容物 花胡刀片 备注 这是有记录的 ACP-3671首次显现非食物物体的案例 预期 2018年3月15日 标签 说真的 你就是个混蛋 你至少应该道歉 内容物 混在一起的图钉和大头针 备注 5 预期 2018年3月20日 标签 如果某个人仅仅因为不愿费心思仔细地打开一盒谷物 便让他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杀戮 你会怎么称呼这个人 一个谷物杀手 说真的 我讨厌你 内容物 不同口径的子弹 备注 5 预期 2018年3月25日 标签 好吧 我已经不想再对你们大吼大叫了 事故总是会发生 其实你们应该要更好地处理这件事 你说我们适时重新做朋友怎样 内容物 玉米片 检测显示它们还有足以致命的新化物 备注 5 日期 2018年3月26日 标签 妈的 我原本还确信你会信以为真的 顺便说一下 我依然痛恨你 内容物 几块军用级塑性炸药 备注 5 预期 2018年4月2日 标签 我要宰了你Frank 我会找到你住的地方 在你睡觉的时候 割开你那该死的喉咙 你会为你对我做的事付出代价 你就等着吧 内容物 各种人类牙齿 在外形与遗传物之上 都与Dr.Ride的相符 备注 Dr.Ride要求并得到了一支安保小队 然而目前SCP-367 还不被认为能够对它所发出的威胁 采取相应的行动 以上就是SCP-367 简单说SCP-367是一个有智慧的卖片盒 会在每天早上产生随机的内容物与相应的外观 原本它只会产生各种不同口味的卖片 但在一个博士不小心破坏外盒后 它就开始威胁博士 并生产各种危险物品 还企图在食物中下毒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SCP的 最后产生的牙齿与威胁 有种诡异恐怖感 但想到只是一盒卖片就觉得蛮可爱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最喜欢SCP-367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